所以通常老百姓会听说过十人九位 就是说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 九个人有胃病 实际上这个地方也不是单纯是指胃病 是会指整个的消化系统 对啊 包括食管十二指肠以及肠道的一些疾病 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通常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这个消化系统这个疾病的困扰 那么作为消化系统来讲呢 我们常见的疾病呢无外乎 一个是眼症 这个呢包括呢可以从这个食管炎开始 食管炎呢以及胃炎十二指肠炎 还有呢叫肠炎这是呢比较常见的 通常呢当然引起的原因呢也是多种多样的 下面呢我们会再合适几时间的再讲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溃疡 所谓的溃疡呢我刚才呢也大体的给大家提到过 实际上呢我们之所以我们胃当中的十二指肠当中的 这些消化液没有把我们的胃肠道消化掉 那么就是说呢我们的胃肠道的表面有自己保护的机制 是有一层的弱酸性的这样的保护膜在上面 实际上是粘液 像那一层膜一样就把我们的这个机体和这个消化液怎么样 区分 隔离开 这样呢就是说呢这个食物呢对我们的自体没有把我们自体 所以虽然我们吃了肉了 把肉消化掉了我们吸收了 但是消化不了自己的 对但是没有消化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知道呢看一看这个粘膜呢对机体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通常呢如果 通过呢一个是呢我们说外界的一个物理的化学的刺激 有的人抽烟 有的人喝酒 精神紧张 还有呢说是吃了过辣过酸过热的这样的食物 都会呢不同程度的来损伤这个消化系统的粘膜 也说这个粘膜损伤之后它这个分泌弱减性的这个物质的功能就降低了 那么这也就说你这个屏障就被减弱了 甚至呢或者说某些部位就没有了 那么也就说你现在胃肠道当中的消化液就开始消化你自己的组织了 那么这往往最初的时候呢会先侵扰到表面的粘膜层 那时候我们比较浅呢我们说明的是轻度的溃疡 这是溃疡 也就说呢老百姓通常呢会不爱会会问你你自己得了什么病啊 他搞不清溃疡和炎症 炎症呢我们说呢通常他会有一些感染的存在 那么溃疡呢多数是由我们自体的消化液来消化了组织 当然你时间过长之后呢它可以合并炎症的发生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大家比较感觉到呢心惊胆战的就是癌症 消化到消化系统的癌症 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中国消化系统的癌症呢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这也是和呢一个是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那么主要还是饮食 那么还有呢我们会觉得会发现呢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呢有区域性 那么这也就提示呢它是和遗传除了和食物进行饮食的习惯 饮食结构有关系之外 那么和遗传呢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那说到这个和食物相关 刚才谈到就是个胃里边的这个这个黏膜啊 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胃不被这个消化液所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吃或者食用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比如说刚才你谈到吸烟喝酒 让我想到的就是说在中国啊有很多地区 当地人啊喜欢吃很多很多的辣椒 那这是不是说就更辣椒如果吃的过多 会不会就是会更多的会给这个就是带来更多的这样胃溃疡的这样的风险 对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呢一个是辣的食物 包括呢我们说实际上你还有一些呢过热过冷的东西都会刺激胃 对胃来说是一个不良的刺激 这个辣的食物现在实际上大家我们说辣呢它有一个适应性 大家会开始觉得实际上呢这也是可能对年末来讲 它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是我们通常不主张大家一个是对于辣的食物 还有包括呢像油炸比较硬的食物 那对整个消化系统来说都会呢带来损伤 不同程度的损伤 哦所以这个油炸比较硬的这样的东西对这个胃也还是有损伤 对啊实际上呢有些东西呢进来之后 特别是有的人习惯是狼吞虎咽 嗯哎所以你可能在口腔当中还没有充分的被湿润 哎被呢和消化液混合这就匆匆忙忙的被送到了食馆 那么我刚才讲过食馆有三段狭窄 狭窄的地方往往是比较容易通过的 而且呢食物如果比较硬啊 那么对这个食馆就会有损伤 那么通过食馆呢接着来呢就进入胃 那么又会加入胃的加重胃的负担 而且我们说呢通常呢有一些这项油炸的食品当中呢 都含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致癌的物质 嗯那么这个呢对于机体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 嗯刚才我们是谈论这个胃啊胃溃疡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我们先接两个电话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接着往下谈 还有哪些常见的胃部的疾病 好江苏的潘先生江苏观众潘先生 潘先生你好 潘先生还在先生吗 潘先生 好我们接下一位是台北的陈先生 台北陈先生你好 两位好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来宾 像我们华人的习惯特别喜欢喝热汤啊 还有冬天的火锅都是最最喜欢的吧 那请问依照这样的习惯的话长久下去的话 会不会对那个消化系统尤其是首当其冲的食道 会会产生刺激不良的影响导致什么发炎甚至所谓的食道癌 这会不会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另外的那个本来讲问的已经主持人已经问过已经了解了 对那个胃溃溃阳对辣的不好 好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台北的陈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实际上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这个对胃啊消化系统这样的影响 可能与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刚才陈先生也谈到就是这个华人啊 包括这个亚洲人习惯吃比较热的东西 喝热汤 你看这个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热水 像在美国这边通常大家喝水的时候都是喝凉水 甚至喝放冰的水 那这个是不是这 就你来说一下就是这两种 比如说就说喝水吧 喝这个汤这类东西 是喝非常热的水或者是汤 对这个消化系统的影响危害大呢 还是喝非常凉的 比如说在美国我们都习惯冬天的时候 非常冷的时候照样喝冰镇的这样的水 冰镇的饮料 这两种哪一种对这个消化系统的影响大 好 你这个呢实际上呢 他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为在那个国内呢 在中国呢 很多人呢就特别喜欢吃热的东西 尤其呢我们说进入冬天之后呢 大家就喜欢去涮火锅 而且尤其呢这个辣火锅特别受欢迎 那么这就是涮火锅的时候 同时大家就会有这个体会 这个涮完了接着吃味道特别好 一旦凉了之后 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呢 他刚才也意识到 就说了我们的老百姓啊 已经慢慢的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 就是说的确是过热的食品呢 对我们的胃肠倒是一个刺激 有的人说呢可能是 倒不至于说 有的人呢甚至能够可以引起口腔的烫伤 但不是说呢 对大多数人来讲呢 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呢你在吃过之后 有的人会感觉吃完热的辣的 会感觉到呢这个胸部呢 会有灼热的感 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良的刺激 这对这个当然呢 我们说呢现在已经比较确认的和 这个的确胃肠道呢 是和饮食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过辣的这个过热的食品呢 我们都不提倡 但是是不是说是很凉的东西 尤其是在活动完了 或者是像在美国 他都喜欢过很凉的东西 像是冰的东西 实际上呢我们作为人体来说 他的温度呢 在37度对他来说是最适宜的 那么你过高的温度 或过低的温度 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刺激 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呢 用太凉的东西 尤其你感觉到身体非常热的时候 这样你用太凉的东西 那么这对于说 一个温度的差别 也是一个不良的刺激 而且呢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美国 不是说美国的所有的饮食习惯都是好的 他会在有的时候会在餐前喝一些碳酸的饮料 凉的碳酸的饮料 冰的 实际上这时候呢我们想呢 本来呢我们要吃饭的时候 是要增加胃的血运 让他运动的更快一些 更有力一些 这样才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但是呢我们知道 哎这个 凉的东西进到胃进到食管进到胃以后 引起的第一反应是收缩 收缩 然后呢我们说呢 这个同时呢凉的东西会引起血管的收缩 那么供血的不足就会降低胃的分泌和 和这个蠕动的功能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降低了胃的消化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 这样不利于消化 对不利于消化 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呢 我们在喝了凉的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感觉 为明显的马上就会出现不舒服 当然呢 有的人适应了之后呢 可能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但是呢至少他对的机体不是一个很好的 所以这个习惯呢也不是很好 过凉过冷或者过热的食物呢 实际上对人体都好 对 所以呢我们还说喝汤很好 但是呢我们说是呢 爱热一点 但不至于太热 那么这样对机体是非常有力的 好 打包告诉我刚才江苏潘先生又打回来了 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专家好 请问一下专家就是我五年前未经检查 我就是发现我有一个就是死管静脉瘤 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死管静脉瘤 嗯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死管静脉瘤 是医院检查的吗 对对对 我是未经检查 未经检查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的就是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果 嗯 因为现在的呢 检查的手段呢非常的多 嗯 像他这种呢 这个死管静脉瘤呢 通常现在也是能够检查出来的 嗯 但是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呢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一个是呢留的大小 再一个是位置 是在倾倒什么层上 如果说他呢很倾向于这个 呃 那是呢 使馆的表明